《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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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年度的神宗词 耶稣是我们唯一能求告的名 本日是1月27号 题目是《以色列的圣者》 经文记在《马太福音》21章37节 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来文说到 上帝以慈父的胸襟 容忍了他的子民 他用私恩的方法 去争取他们 又用修回恩典的方法 去警戒他们 他耐心这样指出他们的罪 并等候他们承认自己的罪 上帝猜显很多的先知 和仆人 去和那些元户提出上帝的要求 但是先知和仆人 非但没有受到欢迎 反而遭到敌事 元户竟逼迫他们 将他们杀了 后来上帝又猜献了一些仆人 但是他们的遭遇 竟然是和先知的仆人一样 元户所表现的是更深的仇恨 作为最后的措施 上帝猜献了他自己的儿子 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可悲的是他们已经叛逆到满怀 独行的地步 他们彼此相议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来罢我们杀他 佔他的产业 犹太的领袖不爱上帝 因此和上帝断绝了关系 拒绝了上帝所提出的一切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案 最后上帝的爱子基督 来申明元主的主权 援护却以轻视的态度对待耶稣 说 我们不愿意这一个人来管理我们 他们仇恨基督的美德 基督教导人的方法 远给他们的高明 他们很怕基督会成功 基督曾窥劝他们 揭露他们的偽善 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行为的必然后果 但是这样使得他们老修成路 在他们无法控制的责备下感到责心 他们恨户基督 不断讲述纯高公义的标准 他们也都看出基督的教导 令他们的私心暴露无为 就决定要杀害他 他们痛恨基督 是因为他有信实敬虔的榜样 以及他一切行为所表现的高尚灵性 基督的整个人生 成了对他们自私的一种谴责 所以在最后的考验 就是决定他们顺命得永生 或违命至永死的考验临到的时候 他们就拒绝了以色力的圣者 当彼拉多让他们在基督和巴拿巴之间 作出选择的时候 在《路加福音》23章18节 他们竟然这样说 释放巴拿巴给我们 在《马太福音》27章22节 彼拉多这样问 这样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我怎么办他呢 他们激昂地哭叫 把他钉十字架 这一段是折落在基督比喻十分 原文293和294页 今天的思考问题是 曾几何时 我又没有因上帝 责给了我所珍视的罪 而想塞着耶稣的嘴 那我和那些哭着话 把他钉十字架的暴徒 又有什么分别 今天的分享就来到这里 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